今天支點小編帶你看看 移民加拿大港人回流的心路歷程 知否世事上邊邊還原是永恆 有位香港手足兩年前在連登發帖宣佈 不要再留在香港了 要移民加拿大 誰知兩年而已 這位手足又在連登發帖 大振加拿大的居住環境壓抑 對當地生活文化等等一般 對當地的東西無感甚至反感 他又嫌加拿大太平衡 證到他有內疚感 所以想回流香港 他解釋當初離開香港 是因為覺得香港已經變了 但無可否認真是到移民加拿大後 才發現自己不喜歡加拿大 嘩嘩嘩的改變這麼大 為什麼有人可以實牙實似聲大大移民 然後想頂不住靜悄悄回來呢 為什麼香港專門出產這些高質素的移民 為什麼呀 大家都知道 小編最喜歡說移民黃絲 講到被黃絲罵 但是沒辦法 小編就是要繼續說 因為真的很好笑 我想的 連登巴打都頂不住這位手足 問他 你這個移民初心呢 恥笑他 當初你不捨得 你別移民吧 也有人忍不住 說他 兩年就打倒自己 矛盾到一個點 加拿大生活好不好呢 小編就不多清楚了 但香港生活有多好 這位移民加拿大的手足 就最有發言權了 由他的子女行間 我們都見到 有個黃色的人形物體 吾經大哥去加拿大 兩年過後才知道 失去了的東西 才是最值得珍惜 要回流回來香港 其實小編呢 都想問一下這位手足 為什麼這麼委屈 要自己回去變光的香港呢 這個世界還有很多 很偉大的民主自由國家 等著你 加拿大不好 就去英國 再不行 去澳洲 或者去美國 總有一個適合你的 拜託你不要回來香港了 香港陪你不起呀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讚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訂閱HKG報頻道 按這個小鐘仔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條新片